Lyman Laverne 一個豪宅社區 12月26日發生謀殺事件 89歲的社區開發商艾森 和74歲的妻子雪梨 在家門口遭到殺害 今天洛杉磯警方召開記者會 公布疑犯的構圖 指現證通信一名白人或西裔男子 懷疑與本案有關 希望市民提供線索 在26月末日 莫沉基凶殺組警長科現曼指出 目前能夠提供給公眾的資料不多 但可以確定該名男子 在案發的時候 即是26日下午1點左右 出現在案發的現場 懷疑他與案件有關 警方根據現場附近閉路電視 加上證人的口供 描繪出疑犯外形和掌相 與早前的報導不同 那名男子身穿著的是登山衣服 而並不是有人所指的老縮者行裝 另外警方亦都發放衛星圖片 提供疑犯犯案之後 可能經過的地方 希望市民提供線索 兩名受害人艾森和雪梨所住的社區都是價值幾百萬的豪宅 有鐵門為社區把關 但未肯定案件是否劫殺案 艾森的女兒26日發現父母被襲擊 報警 洛杉基縣警員發現雪梨已經當場死夢 艾森在醫院宣告不治 兩人都遭到鈍氣重擊 對案件有任何資料人士 可以致電323-890-5500 天下韋市記者 李浩晴 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E avما